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下午两点开始预约 预约什么就是75岁以上的长辈 民国35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 还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 一样可以在这个时间开始预约 那预约的时间有两个 一个是明天的下午两点到八点 还有礼拜一的八点到晚上八点 也就是这个时间你就可以来做预约 那一样的施打的时间是礼拜二跟礼拜三 那接种的地点也是会在预约的网站 网页里面看到你要去哪个诊所 或者门诊部或者医院 那你就可以选好 那请大家一定务必要记得预约 从这次的经验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预约几乎不用拍到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 大家很担心 那所以我们它的动线跟相关的距离 其实都保持得很好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先上网预约 预约之后你就可以安心的 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可以达到 然后希望大家用预约的方式找你最近的诊所或者是医院 好另外一个是如果没有预约到的长辈一定会有人没有预约到 那我们会在6月24号上下午都会让各大医院开门诊 那有12个地点 那这12个地点等到我们这波预约完毕之后 我们就知道哪一些长辈没有打 我们就会请民政局会在6月23号发通知给你 告诉你24号可以去哪里打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预约到的 也不用担心 你也一定能够在这个时间打得到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先预约 那没有办法预约到的话 我们就会民政局发通知给你说 你什么时间6月24号可以去哪里来注射 那还是要跟大家各位长辈说 其实重点是打疫苗 大家很多的犹豫 但是事实上打疫苗最大的好处是 你可能即使得到了新冠肺炎 你也不会发生太多的重症 那新冠肺炎的重症可能比其他的慢性疾病 其实更可怕 因为看到这一次的状况 其实那个几乎是没有机会急救 那个其实恶化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要请大家务必 只要你的身体状况还允许 经过医生的评估 其实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打疫苗 才能够真正保护自己的安全 感谢观看